继续来关注中国留学生林俊遭加拿大色情男星杀害的最新进展 据德国媒体四日报道 德国警方在柏林一家网吧将犯罪嫌疑人马尼奥塔抓获 据报道警方一名发言人说 一名证人当天上午在柏林一家网吧认出马尼奥塔并报警 警方随后赶到 在逮捕过程中马尼奥塔没有反抗 此前法国警方曾通过一段监控视频录像 在巴黎的一个车站发现马尼奥塔的行踪 随后又有证人举报在一辆开往柏林的大巴车上认出了他 马尼奥塔应该是在车站附近的一家旅馆短暂停留 警方在那里发现了色情杂志和航空公司发的呕吐纸袋 显然是马尼奥塔从加拿大飞往法国时携带的 加拿大警方此前在马尼奥塔被于蒙特利尔的寓所内发现了线索 推断他逃到了法国 马尼奥塔将面临包括谋杀罪恐吓总理罪在内的多项指控 外交部发言人刘卫民四日在例行的记者会上说 中方将向遇害中国留学生家属赴加拿大处理善后 提供协助和便利 中方向遇害者会发言人召唤 无论方向遇害者会发言人召唤